我国的这座塔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竟让日俄都想毁掉它 这座塔就是位于大连旅顺的白玉山塔 1904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大清朝的土地上征地盘 清政府在那个时候早已是腐朽没落 所以只能以中立方的态度做起了梭头乌龟 这场战争最后以日本的胜利告终 为了慰藉他们所谓的英烈炫耀自己的胜利 日本政府决定在腐顺建这座表中塔 历史两年动用了两万民众才修建成 可以说是凝结了无数中国人民的血泪 是日本侵略者无耻的象征 1986年表中塔被更名为白玉山塔 后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 曾企图让中方将这座塔拆除 被周总理言辞拒绝了 不仅是俄国人 日本人也视这座塔为眼中钉 因为这塔就是他们侵略五国领土的血政 日本政府曾无数次提议 让我们将这座塔拆除 也都被周总理给拒绝了 山河虽无恙 无备当自强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并时刻警醒自己 那您觉得这座塔能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